我之前跟舉折還算不錯啦 但是因為我反對柯文哲去選總統 所以我們就吵架 他每天都拜託我不要再罵柯文哲了 不然他心裡很難受 但我就不聽嘛 但是我是覺得還是要跟這個以前的朋友講幾句啦 千萬不要為了包庇柯文哲 然後躲起來 我認為他應該要為自己站出來這比較重要 那我相信很多的面談等等的 那這個徐梓芸啊 都有跟著柯文哲啦 因為柯文哲 連他連得非常緊啊 但是我是覺得 不管陶珠影員啊 或者是等等的行程我想 已經被檢調掌握了啦 那只是舉止只要去指證就好 那他手上到底有沒有這些 跟金流有關的東西啊 目前我是認為依照柯文哲 這麼call的個性啊 我還是覺得他應該不會去交給別人啊 所以我是比較質疑啊 那另外我要說一個實話 就是說 柯文哲小時候就住在人家家裡 那人家的長輩是希望把小孫女 交給柯文哲身邊好好的學習 那如果你柯文哲 居然要別人為了你幹壞事 我真的覺得你這男人真的太差勁了 對不起他們家的人一直以來的支持啊 我覺得很可惡 我從今天開始啊 只要有鏡頭 我就會跟這個舉止喊個話啊 你趕快回來面對司法調查啊 那你回台灣我絕對也不會罵你嘛 對不對 就是選擇站在好人的這一邊比較重要 那柯文哲也想要把他栽培成另外一個蔡壁如嘛 所以蔡壁如被逐出柯文哲旁邊 那柯文哲就希望這個 橘子能夠取代蔡壁如的角色啊 其實上個月那個在政論節目裡面 就休息時間討論的時候就知道說 橘子有出國了 那時候就是有些民主有得到消息說 橘子那個時候就已經不在國外 我那時候以為只是單純出國 然後沒想到今天報導才知道說 啊原來已經出國一個多月了 姐想跟妳請教一下喔 現在這個舉止是被週刊爆料出來 他現在可能是在日本然後 但是他可能掌握了 包含金流USB等重要的機密 嗯 找我 就是說你是不是想要請他趕快回來 這個因為喔這個本人在這個 我之前跟舉止還算不錯啦 但是因為我反對柯文哲去選總統 所以我們就吵架 他每天都拜託我不要再罵柯文哲了 不然他心裡很難受 但我就不聽嘛 但是我是覺得還是要跟這個以前的朋友講幾句啊 千萬不要為了包庇柯文哲然後躲起來 我認為他應該要為自己站出來這比較重要 那我相信很多的面談等等的 那這個許子雲啊都有跟著柯文哲啊 因為柯文哲連他連得非常緊啊 但是我是覺得 不管 桃珠影員啊 或者是等等的行程 我想 已經被檢調掌握了 那 只是 舉止只要去指證就好 那他手上到底有沒有這些 跟金流有關的東西啊 目前我是認為依照柯文哲這麼call的個性啊 我還是覺得他應該不會去交給別人啊 所以我是比較質疑啊 那另外我要說一個實話 就是說 柯文哲小時候就住在人家家裡 那人家的長輩是希望把小孫女 交給柯文哲身邊好好的學習 那如果你柯文哲 居然要別人為了你幹壞事 我真的覺得你這男人真的太差勁了 對不起他們家的人一直以來的支持啦 我覺得很可惡 然後現在你點出有說到 是不是這個舉止的家境師也不錯 然後其實也不會想說要做這個比較 我就 我就講 就是說 你柯文哲如果就是你教唆人家犯罪 你就 你就 就是個壞蛋嘛 那我講 你柯文哲以前念書的時候 沒有錢 人家家都是這樣幫忙你的嘛 結果你現在有錢叫人家一起犯罪 我覺得你太可惡了 那如果 舉止真的沒有這樣幹的話 那 你就面對檢調司法調查就好 找一個好的律師 畢竟舉止還這麼年輕嘛 對不對 為了柯文哲付出這麼多的時間 跟青春 連戀愛都沒有談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柯文哲不只 就是對不起我們台北人之外 然後我們拿我們台北人來換取利益 然後土利 財團 那你就對不起你的恩人嘛 所以我是覺得你柯文哲趕快招一招啦 對不對 然後該面對的面對 然後橘子你也是啊 就是說不要讓你的家人難過跟傷心嘛 那 因為橘子他們家是不缺啦 我說真的啦 所以我真的說 就是說這個 因為我是覺得這個 他 徐子雲啊 徐子雲應該是都有偷看YT看我嘛 我自認為啊 因為他覺得我講話比較好笑嘛 所以我從今天開始啊 只要有鏡頭 我就會跟這個橘子喊個話啦 你趕快回來面對司法調查啊 啊你回台灣 我絕對也不會罵你嘛 對不對 就是 選擇站在好人的這一邊比較重要 你覺得為什麼 這麼了解橘子的平靜 你跟他上去有什麼關係 這個大家知道嘛 柯文哲最喜歡大家內鬥 所以這個柯文哲內部也非常多人不喜歡他 柯文哲也想要把他栽培成另外一個蔡壁如嘛 所以蔡壁如被逐出柯文哲旁邊 那柯文哲 就希望這個 橘子能夠取代蔡壁如的角色啊 當很多人說 他有這個理財能力我是不相信啊 因為橘子請客都大大方方的嘛 這李文中都跟我拿這個兩三千塊 贊助民眾黨的什麼 網譽啊花這些錢 那橘子從來請人家吃飯都請一兩千了嘛 所以 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我至今相信自己的朋友啦 他毫無理財能力啦 但如果是柯文哲教他的 那我是希望他改邪歸正也可以啦 那我還是相信他是不會犯下這樣的罪 但是你真的不要為了柯文哲 然後躲起來 對 就這樣 我想再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週刊有起初 橘子有很多重要場合都會出現 那之前也是柯媽媽幫忙引進到市府 那就有個說法 是橘子就是柯媽媽放在市府裡面的眼線 其實柯媽媽的眼線很多啦 我都知道啦 彼此都有競爭跟鬥爭啦 但是我不想要幫任何一個人說話嘛 因為我都被逗的啦 那 我要講啦 就是 柯媽媽讓橘子到柯文哲身邊 也就是說 他們那老一輩的彼此之間希望晚輩互相學習啦 那我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柯文哲你小時候就住在別人家裡面 那別人只是希望他的小孫女跟你好好學習就這樣嘛 那別人家也不缺錢 然後也不缺身分跟地位嘛 家裡都是從醫的缺嗎 不缺還有開醫院的我說真的 所以 我是覺得說他沒有這個所謂犯罪的必要性 但有沒有被教唆變成共犯 我覺得當然柯文哲這麼壞 那是有可能的啦 那我現在是告訴大家啦 當柯文哲跟你說 喜歡你的時候 你們真的不要往心裡去啊 搞不好他真的都在害你 出庭 就出庭啦 是關於什麼 呃 妨礙名譽 但是其實細節我不知道 因為上面沒有寫 對 妨礙名譽的部分大概是怎麼樣 就不知道啊 因為跟太多人結醜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誰 要進去之後才知道 現在都這樣 有可能跟柯文哲有關係嗎 以前都跟民眾黨蠻有關係的啦 這次還不確定 等我進去之後就知道了 OK好 謝謝 那我看到總統的報道 有啊 那個 其實上個月 那個在政論節目裡面 就休息時間討論的時候 就知道說 橘子有出國了 然後那個 那個時候我沒有 我也 那時候就是 有些名證有得到消息說 橘子那個時候 就已經不在國外 不過那時候以為只是單純出國 然後沒想到 今天報導才知道說 原來已經出國一個多月了 對啊 大概就這樣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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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